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杀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法王卡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基上师 敬礼团成三霸 敬礼今天同修的祖尊 要师流利光如来 及其见属 师母 丹真甲措徒登实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星 есте神 愛してる 太谢神 幸免 Ash neighbors interacts with art 刚刚看了 《增活剥业障》的动画 上个礼拜 也看了《增活剥业障》的动画 有一点感想 这我平时啊 这一年多来 每个晚上在做超度 那么做超度的观想 上个礼拜他播出来的动画 我能够好 跟我观想的 非常的巧合 我就是这样子观想的 我没有告诉他们 我那个船是用帆船 法船是用帆船 现在这个船可以做游轮 那个好像说很大的游轮 有几千个房间的游轮 我观想的就是帆船 结果《增活剥业障》 结果《增活剥业障》做出来的 也就是 反车 这个很妙 而且 我这个程序 跟他播出来的完全一样 非常的精彩 而且动人 在政府部业上做这个动画 周慧芳律师跟他的制作团队 都值得我们赞赏 而且很感谢他们细心的这样子的制作 谢谢这个周慧芳律师跟他的团队 他们精心努力 为推动生活中的法务 这样子的精神 我们非常的敬佩 谢谢他们 那么谈到这个我们今天同修 要是琉璃光如来 我讲了很多次 要是琉璃光如来 他救过我 在我这个 在我这个 隐居的时候 他救过我 而且我是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 要师的立光如来 亲眼看到 日光偏照菩萨 夜光偏照菩萨 亲眼看到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他亲眼看到 十二要叉神将 还有其他的箭属 也谢谢 要师的立光如来 跟他的箭属 他们一共帮我 两次 帮我两次 所以这个 要师琉璃光如来 他是很灵感 他是很灵感 我们看那个 要师经 要师 要师琉璃光如来 本宴功德经 看他的经典 就知道 这一尊佛 一般来讲 起来 他的排列 中央是 释迦牟尼佛 那么右边 就是要师的立光如来 左边 是阿弥陀如来 我们称这个 一般来讲 如果三尊的话 中间就是 释迦牟尼佛 这个 右手边 就是要师琉璃光如来 左手边 是阿弥陀如来 这个在台湾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 佛式 佛堂 如果 如果供奉三尊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排列 要师琉璃光如来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非常 非常高境界的 一尊如来 非常高 至高境界的 一尊如来 如果五尊佛的话 我们中央都是 毕鲁浙那佛 那在东方的第一尊 大部分是 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 是第一尊 但是我们知道的 在密教的阿弥陀如来 跟显教的 要师琉璃光如来 就是要师琉璃光如来 他的修法当中 也有密教的修法 这两个如来 这个阿弥陀如来 跟要师琉璃光如来 学佛的人都知道 他们是 是一名同体 一名同体 都是在至高的 都是至高的如来 都是在毕鲁浙那佛的 跟释迦摩尼佛的 旁边的 第一个至高的如来 那我们祈求 要师琉璃光如来 佛光铸造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都有佛光铸造 不要让他们生活中的弟子 染到了 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心要大一点 就是让全世界上的众生 都不要染到COVID-19 也赶快的 让COVID-19 这个文艺赶快退散 我们每天晚上超度 也不用那么辛苦 现在还是疫情还是很严重 那么大家都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过当蒙面大侠 当蒙面大侠 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 像那个外交啊 像那个外交啊 交际啊 社交啊 都没有办法正常 希望啊 要师琉璃光如来 帮助我们 让这个疫情早早过去 一切都能正常 那在讲到守法之前 先讲一个笑话 老伯正在家中洗澡 突然大喊 老公 好像有人偷看我洗澡 老公说 是吗 那你赶紧把窗户打开 老伯大怒 你轰了吗 老公解释 你让他看清楚 下次他就不敢再看 有时候让人家看 自己还有优越感 人家不看 倒是满伤心的 有一个女的快要四十五岁了 还没有嫁出去 他对闺蜜 他对闺蜜讲 看起来我是嫁不出去了 闺蜜回答 要吗 那就出家吧 看要是去尔眉 还是去少林寺 他这个你的回答 去少林寺吧 因为那里男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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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行你问我答 新加坡的《莲花正德》问的 他这个《莲花正德》这个名字很好 《莲花正》是公正的正 《德》是道德的德 因为佛教里面就需要这两个字 佛教里面常常讲 平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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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 什么叫做德呢 就是善 平等心 平等心 守戒力 可以这样子讲 他的名字起得好 莲花正德 敬爱的师尊阿弥陀佛 弟子莲花正德 最近梦到 弟子的鸵皮 掉出了很多的昆虫 可是都是白色的昆虫 梦中感觉很脏 师尊阿弥陀佛 师尊说过 梦到黑色的昆虫 出来是好事 可是弟子梦到的是白色的 请问师尊 这是什么意思 感恩师尊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起来 在密教里面 他有几个吉祥梦 其中以前师父跟我讲 你吃进白色的 你吃进白色的 吐出黑色的 这是属于吉祥梦 有头皮 有头皮里面 这个梳头发的时候 梦见梳头发 一梳下来 很多黑色的虫 吊得满地都是 这是吉祥梦 梦见自己的皮肤里面 爬出很多虫 黑色的虫 都是吉祥梦 可是莲花正德 他的梦到 他的头皮 吊出很多昆虫 可是都是白色的昆虫 梦中感觉很脏 梦黑色的昆虫出来 是好事 可是他梦到的是白色的 请问师尊 Fat you me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搞的 他是白色的 不管白色的 你没有听过吗 邓小平讲的 不管白猫 黑猫 会捉老鼠的 就是好猫 不管白色黑色 掉出来的虫 都是坏虫 对不对 好的东西 你不能从头皮掉出来 只要是虫 你看我们这世界上的虫 有黑色的虫 一般毛毛虫 一般毛毛虫都是黑色的 毛毛虫大部分 我觉得毛毛虫是黑色 但是有些那个 塔玛 我们以前讲的 塔玛 小时候常常养的 馋 那个馋 会吐湿的 那个馋 他是白色的 我养过的那个小时候 养蚕 都是白色的 白色 吃双叶的 吃双叶的 另外在树上也有很多白色的虫 另外啊 厕所毛坑里面的蛆 都是白色的 你看很脏 不管是黑虫 白虫 同样都是虫 都是不好的 也都是不是很吉祥的东西 白色的虫也是虫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都是好事 不是只有黑色的虫是好事 难道绿色的虫 我看过绿色的虫啊 就是好的嘛 也不好啊 绿色的虫也不好啊 我也看过红色的虫 很多种颜色的虫 其实都不是好的 都是虫 那么现在回答你 新加坡莲花正德 那第二个问题 香港 莲花未良 香港莲花未良问的 祝师佛一切吉祥 在真佛法中法 一书中提吉 在大礼拜的时候 可一面拜一面送 礼佛咒 请问此咒 是否已包含 在释迦形的灌顶中 如果没有可佛妖怪 便请问此咒的 西尔雅该如何念 礼佛咒功路如下 Ina Om Nammo Mansu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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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mo Susa Siri Nammo Udama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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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念 Siri 這個喜爾雅是按照日去念 歇爾雅 Om Namo Manju歇爾雅 Namo Su歇爾雅 Namo Udama歇爾雅 索哈 這個奏音應該是這樣子念 歇爾雅 是喜爾雅 歇爾雅 應該是歇爾雅 台灣話叫做歇 國語叫做歇 歇爾雅 但是我們唸台語 就是歇爾雅 歇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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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一個上師是廣東的 一個上師呢 是台灣人 有一個上師是台灣人 這個像那個普方上師 就是台灣人 歇爾雅 圖登達爾吉上師呢 他是 他是哪裡人 他是朝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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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另外有一個上師 另外有一個上師 叫做 叫什麼 我記得有一個上師 叫什麼名字 因為把上師 那個上師不是我歸一的上師 所以把他的名字忘掉 他是廣東人 他是廣東人 所以他曾經這樣子講 他說上師 難免他的口音 就算上人好了 就是算西藏人 就是算你印度人好了 那師尊到過印度 那問那裡的人 請問凡頤 凡頤有多少種 他跟我講十六種 凡頤有十六種 凡頤有十六種 那和地方的印度人 講出來的口音又不一樣 所以你要找真正的 你說我是凡頤的金剛 凡頤的念的金剛奏 凡頤的金剛奏 凡頤的金剛奏 他到了印度問他們 他說凡頤 他說真正的凡頤有十六種 有十六種 十六種當然是不一樣 對不對 他的凡頤就是不一樣 你說福建有多少方言 福建有多少方言 六十幾種方言 因為福建很多的山 福建有很多的山 各個地方 各個部落 各個種族 通通通都不同的方言 不同的方言 念出來的音都不一樣 所以到底要念國語的喜 還是念台灣話的謝 謝 我喜歡念謝 我在念的時候就念這個謝 以佛做我就念 就是南無滿入 ly 南無頓幾何 南無抒雳辽雷 南無呼呼梳雷雷 南無無叵西雷雷雷 我是这样的念 那你们要这样跟着我念 也可以 至于你灌顶的释迦行以后 这个咒就包含在释迦行的灌顶之中 如果你们想要多灌顶这个咒 也可以 那摇灌也可以 我是这样子回答你 第三个 马来西亚的莲花指邦 师尊吉祥安康 一般密法有主尊 刚刚有提到这个动画 那个哨把 现在说希望我能够讲一下那个哨把怎么扫 哨把 哨把怎么扫 我自己扫自己 一般来讲你这个哨把念完十万遍的金刚萨斗的咒语 扫的话是扫背 一扫 一扫 二扫 三扫 扫了三下 你这个所有的这个不好的运就通通都扫光了 剩下来全部都是好运了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就是赚到 我还没有哈气呢 好啦哈气哈气 这三下 这三下 一面扫要一面念啦 一面念啦 把那个煤气扫掉 把烦恼扫掉 把不好的运通通都扫掉 重要的就是书里面有方法 就是扫这个背 不是叫你这样子扫头啊 拿起来每天这样子 扫背 扫背 自己扫 还要更小的耶 这里还有一只更小的 这么小 这么小 很好少 这不能刮扶子 不然就这样说 主要是扫背 主要是扫背 把那个背啊 不好的 我们称为背也是不好的嘛 这个实在运气太背了 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运全部扫掉 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运全部扫掉 感恩师尊 微光如意乏 很早 很早教的 你们会吗 告诉大家 他在宏光大成就 第五 在1992年6月3日 那么在联邦杂志 第53册 联邦杂志 有微光如意乏 密教之会见 第二册 密中道赤地广论 这个眷山 四步道赤地 第二之一 住三妹啊 先应如何成事 跟着衣入座 加持共物 密中道赤地广论 在着衣入座 加持共物 第57页 密中道赤地广论 记得以前我在传法中 有传一个 微光如意法 微光如意法 其实就是在这里面 最后一段 很小的一段当中 他有微光如意法的重 跟他的印 最后一段是这样子写的 右手三指如金刚形 握左宗子 为真微光印 只香花等上 送真微光真言 相诸法物 皆成 苏妙天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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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白地白地巴雅 和白三摸哈 三摸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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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甘佐拉佐拉雅 本大日 恨半 如其次 作地祭三步咒 赤诵上甘露 平真言加持 及随其所应诵心真言 微光如以法出自这里 以前我师父所教的所应 跟他写的所应不太一样 而且取来的咒语只是最后一句 Om佐拉佐拉雅 本大日 恨半 所以用这个最后的咒语就可以了 你看 当初所教的这个 微光如以法的所应是这样子的 右手十指 中指 无名指 三个手指 捡住左手的中指 如其他大拇指 按压 十指 无名指 小指 那么持物怎么持呢 就是这一手 左手张开 还没有结印以前 你就把东西放在左手 好像放香 放花在上面 合起来结印 这样子 然后加持的时候就颂咒 Om佐拉佐拉雅 奔大日 恨半 念一百零八遍的咒语加持 就等于在加持共物 这样子做 其实它有它的妙法存在 你结印 结物 在观想你加持之物 变化成为苏妙的天物 它的奥妙就是在这里 这个微光如意法 跟微光如意手印 再加上你脑海里面观想 这个东西的变化 就会使你所需要的 变成非常的如意 这个就是微光如意法 那么我们像这个样子变化 这个手印是这样子 左手是这样子 右手三指压住 那么共品在哪里呢 共品在自己的左手压住 左手压住你的共品 然后念完这个 就等于加持在这个共品 这个共品就会变成 产生光明多 会变化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光明 变成非常的珍贵 然后你把这个拿去供养 拿去供养 就能够得到你心中所要的 这个叫做微光如意法 这个有点像金刚子 截起来像金刚子一样 我们截金刚子看看 金刚子是这样 不一样 不像不是金刚子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这个手印是这样子的手印 那共品放在这里 那共品放在这里 如果你共鸣 共鸣 然后这样子 然后念共养奏 你就永远米吃不完的 你的米就永远吃不完 用微光如意法 然后念加持的奏 这个拿什么当本尊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本尊当本尊 他问的问题就是说 每一个法都有本尊 为什么这个法没有本尊 你把你的本尊当本尊 就可以了 然后你去供养 你自己先变化本尊也可以 然后再用这样子指头 这是微光如意印 什么是微光如意宙 已经念给你了 Om Zora Zora Ya 本大日红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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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本蛋 好 Om Zora Zora Ya 本大日红半 本大 本大日红半 好 Om Zora Zora Ya 本大日红半 念完这个 然后再念 我示范 我示范 这里放三粒 Om Zora Zora Ya 好 放淋 炷 好 放掉 那把米抛出去 所以这个米就变成米山 你一辈子吃不完 你们将来要发达 很简单的 你放那一颗钻石 然后念 一样的念 念完以后把它抛出去 然后你就开始找 趴在地上开始找那颗钻石 范围小一点 不要丢太圆 丢在盘子里面 不然那一颗的钻石 你找不到 你哭死 变成钻石山 就是这个意思 变成钻石山 将来不得了 你一个山的钻石都是你的 这个就是微光如意咒 跟微光如意印 它主要的目的 是在问 是什么佛菩萨来加持得以成就 一般密法都有主尊 就是你的本尊 来加持 就可以了 你修法的本尊 每一个人本尊不同 这个是 這是Happy Mother's Day 這個有一個小學生寫的 媽媽是個千變女郎 只要我肚子餓 媽媽就變成廚師 只要我功課不惠 媽媽就變成家庭老師 當我生病的時候 媽媽就會變成有愛心的婦事 我要請爸爸頒一個最佳女主角的獎 送給媽媽 母親節 這是很感人的 小明跟媽媽講 母親節的時候 媽媽 母親節買個吸塵器給你 你就不用這麼辛苦掃地 媽媽講 不用 這是浪費錢 小明講 不然買個洗碗機給你吧 媽媽也講 不用 浪費錢 小明講 那媽媽想要什麼我買給你 媽媽媽講 什麼都不用 這些事 平常 媽媽媽講 你爸爸都做得很好 不用吵醒 你爸爸都做得很好 不用吵醒 這都是母親節的笑話 好多 母親節的清晨 孩子問爸爸 爸爸 怎麼今天是你做早餐呢 爸爸回答 寶貝 今天是母親節 孩子 孩子一佛的問 哦 那其他的日子都是父親節嗎 這也是母親節的 老師問小明 小明 請解釋一下 為母則強 什麼意思 小明 為母則強 意思是 這世界上 母的生物都比公的強 看我爸天天都在罰跪就知道了 還有 每天我爸爸都在洗碗 每天我爸爸都在掃地 如果我爸爸沒有做 媽媽就劃他 劃跪 老師就不講話了 為母則強 意念者是OK 每天不講的 abre著 健康做人不講話的 在我们后面 再过去一点 就是玛丹娜 靠近那个 Lake Washington 他的house就在那里 他是这样子讲的 身价3.5兆的夫妻 无法再一起成长 Bill Gates宣布跟 我们竭离27年的妻子离婚 因为Bill Gates的老婆 对Bill Gates说 微软 我们讲这个 讲道果 讲内言起 外在的是讲灌顶 跟这个 外在的是讲灌顶 那么内言起是讲内在的 现教室外内二元起之真如愿相 现其心之之其他功德 宗淫 见五甘露 会集于买处 见戒净分五甘露 集五起 以五别的方式 集会于四宫殿等地 立为内言起 以为内言起后 其以外言起 为宋淫 见诸佛行 立他 即为见佛化身 即圆满报身等 以身或与利益起手 化途中 宋中立者 为事业盐满 清净之意 哇 这么长 我先讲 这两小段 内言起 以里面来讲 你在禅定的时候 能将五甘露 跟五气 五种甘露 跟五种气 你知道 会集于买处 或者是四个宫殿 四宫殿 五甘露 跟五气 在你的身体里面 集合在四个宫殿 或者是在中脉 这个就是内言起 你能够知道五种甘露 跟五种气 集合在中脉 或者是四个宫殿 什么是四宫殿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宫殿 这个宫殿 心轮的宫殿 祭轮的宫殿 密轮的宫殿 那么这个四宫殿 那么这个四宫殿 是指下方四宫殿 四个宫殿 根据这个宫 根据这个宫 见五甘露 汇集 宜漫处 见戒净分五甘露 什么叫做净分五甘露呢 你已经清净了多少分 叫做净分 叫做净分 净分的意思就是 你已经清净了多少分 你已经十分清净了 就是十地菩萨 你已经清净了九分呢 你就是九分菩萨 九地菩萨 八地菩萨 七地菩萨 从七地到十地 这四地 是使于上等的净分 净分的意思是这样子 见戒净分五甘露 以五起 以五别的方式 集会仪式宫殿等地为 念言启后 其以外言启 如果讲到外言呢 宋灵见诸佛行立他 看见所谓的佛的化身 就是应身佛 跟报身佛 都在利益众生 用他的身跟语 来利益众生 好像在说法 就是在利益众生 就是与 利益众生 就是与利益众生 身利益众生 你做在做法物 就是以身体来利益众生 收尽大家 宋中利者 由事业圆满清净 事业圆满清净之意 利他嘛 他又解释这个利字 就是事业圆满清净 做清净的事情 做圆满的事情 做菩提事业 都是在利益众生 颂淫见变化大乐中 明点集会 一旦戒净分平等 集会于 季间变化轮 复集会于顶轮大乐轮 结受之现象 则无般见 诸佛于 奥明天圣身安住 既颂淫 见诸佛于 奥明圣身安住 当之见报身诸佛 一法身空乐 离戏不动中 行利益首化弟子 此一称 见法身净土 奥明天宫 奥明天宫 我们知道 什么是 奥明天宫 是属于密教的天 那里 所在的 像图灯大吉上师 师尊看见他 在奥明天宫 奥明天宫 奥明天宫 这里面谈到的 就是说 见变化 大乐中 明点集会 一旦 借静分 平等集会 于忌轮 变化轮 互集会 于顶轮 大乐轮 变化轮 忌轮 就是变化轮 忌轮 是变化轮 顶轮 是大乐轮 如果你看见了 这个清静了 一旦借静分 平等 这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你开了 你清静了 到了第八地 第九地 第十 第十地 第七地 第八地 第九地 第七 第十地的 净分 的时候 你看见 这个变化轮 这些气啊 清静了 忌轮 跟清静了 顶轮 结束的现象 你会感觉到 感觉到 有结束 你不是讲谎话 你看见 很多的佛菩萨 在奥明天 圣身 安住 很多的佛菩萨 在奥明天 十尊曾经 在这个香港的时候 看见图灯大吉上师 在奥明天 在奥明天 那个时候啊 这个 奇贡 问我 师父现在在哪里 我说 在奥明天 我讲在奥明天 是因为我看见了 图灯大吉上师 在奥明天 奥明天 所以师尊回答的是 师父在奥明天 是师父在奥明天 既送人 见诸佛于奥明 圣身安定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个佛 在奥明天 那个 那些佛 都是法身佛 法身佛 或者是报身 报身佛 法身跟报身佛 当之 见报身诸佛 以 法身空乐 离戏不动中 行利益 所化地子 此一称 见法身净土 奥明天 也算是 法身的净土 法身的净土 可以看到 报身佛 跟法身佛 在奥明天 那奥明天 一般来讲 在 显教 很少提到奥明天 那密教 有奥明天 那个都是 这个 这个宋咒 念咒语的天 奥明天 是属于 密圣的天 密圣的天 所以有很多的空心母 在那里 也有很多的 法身佛 在那里 也有很多的 报身佛 在那里 都是在奥明天 宫 其实 宋明 见五干露 以武器 汇集一迹 变化轮 成为内源 启厚 外境中 现 无肉 禅定之现象 你如果能够将五个干露 跟武器 集中在 济轮 也就是济轮 已经清净了 这时候内源 在外境之中 现起的现象 是你能够很 安静的禅定 而且 你的智慧 跟你的身体 是无肉 肉有两种 一种 叫做 体无肉 身体无肉 你五种干露 跟武器 都不会泄出去 都不会泄漏 都不会泄漏 这是体无肉 一种是 智慧无肉 你得到 如来的智慧 但你不会把这个智慧 漏失掉 这个叫做 无形的 智慧无肉 无形的智慧无肉 这个叫 一个是身体的 五气 五干露的肉 一个一种 就是 你漏失了 你自己的智慧 漏失了 这个很难讲 无形的 那是无形的肉 跟有形的肉 有形的肉 属于肉体 无形的肉 无形的肉 属于智慧 这个现象 外境中 现无肉禅定之现象 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会定一一的时候 你的智慧 跟你的五干露 五气 都是不会漏失的 好 我们今天 这是一个笑话 讲一个笑话 最近我发现一件怪事 街道上再也看不到 很愁的女人 老婆脸上的皱纹 也变少了 老人般也淡了很多 一切都美好起来 直到有一天 老婆要帮她 穿针引线 穿线 穿线 我才知道 我换了老花眼 看到每一个 大家都是美好的 都看不到皱纹 大家都是很 很那个 套一句 道果的话 就变成 静分 有清静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这一面